别的猫为什么永远都打不过梨花猫 这种猫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按体型来说梨花猫并不算大 比如布偶猫可以长到20斤左右 在体型上玩爆梨花猫 但是战斗力彻底没有跟梨花猫一个级别 梨花猫也基本不用喂养 出去溜带一圈就可以自己抓到食物 甚至还能给主人带点食物 梨花猫战斗力有多么强悍 曾经翻山越岭爬到十楼去打了一只宠物猫 直接把宠物猫打进医院花费六千元 你要知道这只梨花猫走的不是楼梯 而是翻山越岭直接爬轨道 爬到十楼里面去复仇 起因就是这只梨花猫是一只流浪猫 当时宠物猫的主人看他可怜 给他吃了点猫粮 家里的宠物猫那就不开心了 直接对着梨花猫大吼大叫 当时梨花猫只顾着埋头干饭 并没有搭理宠物猫 但是等回过头梨花猫吃饱喝足之后 转过头就爬上十楼 去殴打了这只宠物猫 事实上其他的宠物猫 都是能够筛选繁育出来的 性格老实的才会被留下来 有战斗力的基本被淘汰 而梨花猫它属于半野生状态 战斗力那是直接爆表的 处方 不过 赘斗力的